因為他告訴我們努力做事情就會有好的環保 首先當你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時 比如說做家事或者要改一種語氣 剛剛那個語音可以改 哦,這個語音是可以改的 對,你可以自己選擇 有有有,他這個語音都可以選 修改語音,有沒有,這裡有不同的人 那老實講,我們現在這些國語的大概就六個人 就是大概兩三個男生,兩三個女生 就大概都是那個聲音 有有有,都有都有 所以你要美麟的,我們就來聽看看美麟的 下面這裡試聽 聽看看美麟的 這是一個很棒的守則 因為他告訴我們努力做事情就會有好的回報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自己隨便換了 如果是對話的,你也可以變成對話式的 人的臉可以用去,他可以插入圖片 對,對,對 好,是的是的,如果不想現身的 在這邊,他也有這個叫做角色 你看右手邊這邊,有沒有,有很多角色 他嘴巴會跟著動 但他不是對嘴型 他就是嘴巴會動這樣子 就講話的時候嘴巴會動,有沒有 點下去,他就會跑到這邊來了 首先,當你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時 比如說做家事或者寫功課 可能會感到有點無聊或累 這樣 這樣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對對對 其實蠻好 重點,這個軟體他是在做字幕剪輯很好用 這個不用錢 不用錢啊,他用免費的額度費用 對對對 其實我用這個軟體也大概用了兩三年了 他是今年才變正式版 嗯,那我現在大部分部落格上的影片 都是用這個去做最後的剪輯 也就是像這樣做那個 那個什麼,字幕的部分放上去 對,他做字幕剪輯很方便 語音的 他把字幕的影片的剪輯 變成像文書書裡一樣容易 哦,比如說你看 如果我在這邊 像 以前那會入字幕其實 對對對 對 學一個新的學習 學習守則 那比如說到這邊你要換哪 假設我要換哪 按enter 有沒有 他就換一個片段 好,然後呢 如果 你要這兩句話對調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按著往上拉 有沒有像我們的那個投影片 以前我沒有剪接影片 你得看那個聲波 然後看有沒有到這邊 沒有 再聽一次 再聽一次 老師有沒有回想起來 以前菜鳥的時候整理會議紀錄 很麻煩對不對 可是他把這個部分有沒有變簡單了 好,你看我們來播看看 我剛剛那個已經換了 我們努力做事情就會有好的回報 開小朋友們 有沒有 這樣就直接改過了 對 這個很好 好 就是老師可以試試看看 這個工具是 很好用的工具 好 這樣我們離題了 哈哈 沒關係 沒關係 對,因為其實現在這種工具 簡報跟新制度跟白 對,這個今天一定要講 好 好 好